大家好,我是小亮老师 这个课呢,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呢,就是还是像昨天一样 一个思维的训练 从这个造型上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是五边形和三边形 混搭出来的一个类似于足球一样的这么一个结构 只不过我们把它变成了一种环绕结构 那这个呢,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去变换一下 还像我昨天说的一样 就是这种模型你要是让我逆着做 我也想不出来 它基本上是正着做的过程当中呢 去尝试各种不同的变化 然后让你脑中形成一种定式 这个定式确定下来之后 你再看到这种定式的东西的时候 你大概就知道怎么去做了 好,那我们重新开启一个文件 创建一个一面体 那我说了它是基于类似于足球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呢,我们选择12面体和20面体 好 那么拿到手之后呢 第一个反应肯定是按照足球的思路去思考问题 说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下P值或者是Q值 你会发现调整P值Q值之后呢 它并没有得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而且它这个变形也比较严重啊 所以这两个值我们不动啊 我们直接就在这种状态下进行塌陷 转换成可编辑多边形之后 Ctrl A全选所有的边 这时候给一个切角啊 我用的是2021 所以这默认的切角我要把这个值改成零 它才是这样去切 否则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啊 我们把它调回来 然后这个时候切多大的一个宽度 大家自己定 这时候我就给个15左右吧 确定 好 这个调整好了之后 现在这些编织好处于选中状态 我们直接点击分割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轮廓线跟这个面区分开 我们把面删除 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结构啊 有点窄啊 有点窄 我们再切的宽一些啊 切到20吧 哦 为什么说有点窄呢 因为后续我们可能还要去做很多别的这个操作啊 有点宽了 18吧 这个无所谓啊 15也行 20也行 就最终做出来 效果会有点差异而已 选择分割 然后选元素 Ctrl 回到面层级 Ctrl 反选 Delete 删除啊 好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添加一个壳修改器 呃 这个时候我们让它往内去进行升壳 往外的这个归零啊 然后这个厚度呢 基本上让它啊 跟这个切角的宽度一样啊 所以这我使用一个30 10 好 做好了之后 右键将它转换成为可编辑多编形 然后呃选择内部的这个菱形面啊啊 点开这个石墨工具 我们选取相似一下看看是不是内部所有的这个菱形面都选中了 都选中了之后顶视图观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这个面比外边这个面呢 因为是法线往里收缩所以会小一圈啊 我们选择缩放基于物体自身的坐标 然后呃基于自己本身的大小 哎 放大一下跟它原有的这个面积一致一些啊 呃 我们让它基于XYZ这个方向啊XY这个方向 然后包括呃这个角度啊这样的话厚度能保持大小也一致啊 好做好这个之后回到边层级啊 接下来我们要去做它的螺旋的这个效果了啊 回到边层级呢我们把正式图啊 或者说前式图这些长边能够通过这种刮选的方式选中 然后通过选取相似的方式啊 有会发现能选到一些但是不全 我们再切换到另一个是图 再手动的去选一些啊 包括像这种位置 好 然后点一下环形 然后再点一下选取相似啊 再点一下环形 这样的话呢通过几次啊 这还差一点啊 差在这个呢你就手动选一下 这里别选错了啊 手动选一下点一下环形 手动选一下点一下环形啊 就一定要把所有的这个长边的这个面 都选中啊 但是又不多选啊 只选择这个方向上的 好 差不多ok了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选择连接啊 检查一下 然后 给他两个分段向外拓展 这个我们给个60左右啊 或者是给个80左右啊 行80吧 点击确定 ok 那么这样的切角切完了之后呢 我们选择分割 然后回到面层级啊 选上外边的这个菱形 再选取相似 按着Ctrl 转到元素层级 哎 这个地方刚才没切开 看到了吧 没切开的话呢 这块线就补一下子 重新连接一下 确定 然后分割 回到这个元素 然后把这个减选掉就可以了啊 这算是一补救措施啊 一定要仔细检查看看 还有没有 没有那啥的 ok 直接选择分离 确定 然后将现有的这个结构给它删掉 也就是我们保留是现在的这个造型啊 Ctrl A 全选所有的开放边封口 然后选上这中间的这个面啊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取巧了啊 这个地方我们只能手动的去做啊 做什么呢 选择桥接啊 那有的人说老师 你这一桥完了不跟刚才一样了吗 注意啊 我现在要调整参数 首先是细分呢 我们给到6 有点4吧 给到4啊 然后 这个扭曲值给个1 算了 这些值都不调啊 我们就是扭曲值4 然后 这个细分为1 啊 就是扭曲值为1啊 注意 我看一下这个区别是哪啊 没区别啊 就是它左转还是右转的问题啊 它这一个是左旋 一个是右旋 我们都统一一下数值 上面是4 下边是1 形成这么一个扭曲值 这样的话 它的扭曲方向都一致就可以 你愿意使负1就负1啊 那个 主要方向一致就OK 好 点击确定 那我说了这东西没有办法同时做两个 你看啊 我如果把这些都选上点击桥接的时候 哎 还真可以啊 哦 那我们试一下看看 看能不能通过选拟相似把这些面都选上啊 啊 其实刚才有那么一个环节 我们应该测试一下才对啊 这个忘了 但我不我我并不觉得他能一次性到位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啊 我们试一下 也许2021有这个高科技的功能 我之前不清楚啊 我刚才做练习的时候可是手动一个一个挑的 嗯 好像差不多全都选出来了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桥接看一下 不行了 大家看到了 这样就不行了啊 嗯 所以还是那我们试一下就是如果只是一个循环里边的是不是可以啊 只有这10个点击桥接哎 这个可以啊 然后我们错位一下哎 这个可以啊 那行 那也虽然也是体力活 但是就比刚才省劲很多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直接一次性把这一个循环里的面都给它选中 然后点击桥 点击错位 确定 好 那这就已经快捷很多了啊 那我通过这种方式把整个的这个面都给它连接好之后咱们再继续往下讲我先暂停一下啊 好 因为有了这个就是速度快多了啊 我刚才弄它 我刚才弄它的话弄了小半个小时啊 用这种方法它就几分钟就完事了啊 好做好这个之后 这些边不是直接处于选中的状态吗啊 因为我们刚才接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直接点击环形把它所有的横向的这些边就都选中了啊 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点击连接啊这个时候呢就不用偏移了啊咱们直接就是啊这个呃 切两道线啊然后确定之后呢选择分割啊然后这个时候通过手动选择这个结构的位置 把这一圈的这些造型结构单独给它提取出来 所以我说了这个呢它其实是一个思维训练啊 哎似乎好像直接选这个能快速的哦那直接选这一个然后delay的删除就可以了啊 我刚才没事啊 好这样设置完成之后我们添加一个松弛把这个维持圆形的这个勾弦给它去掉啊 这样的话呢它从原来的那个呃或者90度角或者是呃这个70多度角的话呢就转变成现在我们想要的这个角度啊 嗯给个0.3就可以了啊确定好松弛一下之后我们给它添加一个壳 将这个值归零啊然后正负给个2左右 这样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生成的这个厚度 ok ok 好 有了这样的一个厚度啊我们看将脚拉直啊不行将脚拉直之后呢它会出错啊 啊 我们再给它一个松弛啊 再给它一个松弛啊啊给完这个松弛之后我们直接给它一个切角啊这个松弛值有点大啊给个0.2 或者0.3左右就ok啊然后给它一个切角啊这个呢会稍微慢一点啊啊我们首先是将它的值改成这个三角形 然后调整它的这个最小角度45度左右啊这样的话刚才中间的这些线的位置就没有了啊 但是转角仍然保留数量值给个0.2 这里边需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尽量还是用2021来做啊他在切角的时候这个转三角形的这个位置效果会好一些啊 好然后注意看一下这个位置的线 改成60会不会有些地方就没有了啊 这个大家自己去衡量这个数值具体多少是合适的 好做好这个值之后啊我们再给他添加一个松弛啊 因为有了这个切角之后 这个效果会更锋利一些啊这块给0.3但是这块松弛值给的稍微大一点啊 好迭代个两三次之后我们再给的添加一个推力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啊我们让他相互之间咬合的更严谨一些啊 先添加涡轮平滑 然后后添加那个推力啊 把这个松弛先去掉啊 这样的话呢形成这个能够看到棱线的这个效果啊 包括切角这注意看像这种位置一定是布线有问题啊 我们把它降回到45啊这个棱线就过来了啊 大家就能够看清楚这个线了啊 所以我说这个数值你需要自己进行测试 看看多少效果好一些啊 然后这个推力值需不需要这么大啊 给个2左右啊 OK这个模型的结构呢就做好了啊 做好了之后涡轮平滑这块我们直接就给它塌陷掉了啊 塌陷完成之后我们添加这个按元素分配 然后随机ID值给个6 然后去调整一下这个材质 直接改成多维紫材质确定 然后将它的数量改成6个 颜色呢初始状态就先给个红色 然后高光 高光范围给它稍微大一点 直接复制 颜色调整一下 复制 这个呢都是常规操作啊 这个没什么可讲的啊 最后一个粉色啊 好 至于它的这个颜色啊 这个造型这个结构啊 大家自己去控制底下这个随机值 你随便点一下 它会不断的去调整啊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 得到你想要的这个颜色的分布啊 这个不是咱们要讲的重点 关键是这个模型 你怎样去思考 那么以后再看到这种螺旋扭曲的效果 你就要想 它肯定是两个节点中间形成了一个扭曲的桥接 然后形成这种双骨效果的这个话呢 肯定是表面上进行了一个切角 实际上这个造型在之前我的一个案例当中呢 有过类似的讲解啊 这个只不过就是又复杂了一点啊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体验到了2021这个版本 很多这个功能的变化 比如说多个面可以同时进行敲接的这个选项啊 好 这个案例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